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我们的猫孩子 害怕地往后走 但是红色的塑胶绳 绑着他的腿 让他走得很辛苦 我们决定要让他感受 我们的真诚 仔细地看 这才发现是红色塑胶绳 紧紧地捆绑住他的腿 但因为绑得实在太紧了 让腿都肿起来 甚至上面还流着血 协会的工作人员 耐心地慢慢地让他感受 我们是来帮助他的 不是害他的 原来是有好心人 发现孩子这样的状况 立刻打电话到协会办公室 请求协助 但是地点一点都不近 是远在嘉义的白水湖 那你去医院了 不知道不知道 要是要什么 要先上医生管他 你拿个钥匙券给这个先生 背带上车子的猫孩子很乖 他放下对我们的恐惧之后 跟着员工上车 眼神中透露着似乎得救的感觉 乖乖乖 来 他常常到鱼温来钓鱼 却发现这只狗狗被绑在栏杆上 紧紧地捆死 没有地方可以躲避 猫孩子就在这里风吹 日晒雨淋 你说它是怎样 它刀是怎样呢 应该这人摆在那里 有时候主人来这里放山 我会让大家一起摆在那里 不可能吗 不可能啊 不怎样有可能 再摆在那里 这个八个月一定会撞撞撞撞 对啊 他这个会撞撞撞撞 我对吗 我还可以拖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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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pand dann 俞翁旁边风那么大 他在这里几天了 都让报案的民众觉得心疼 他说这里常常有被人遗弃的狗狗 自主为了不让被欺养的狗狗沿着原路 或是凭着乞役回家 居然想出这种残忍的方法 弃养已经很可恶了 只因为担心孩子们任务跑回家 就把他们捆死 让他自生自灭 这种行为更是可恶 看着医生捡开脚上的红绳 研判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 我们带着孩子回家 帮他取名叫做欧威 我们也帮他设计了第一款的背包 希望让欧威小后背包 就像他一样沉稳又可爱 协会不断地思考着 为什么主人要欺养他 但更不敢去想的是 不要他还把他绑在两杆上面 让他自生自灭 曾经某孩子是多么地相信主人 陪着主人欢笑 陪着主人玩耍 现在欧威跟着我们回家 一个全新的家 希望欧威能够了解 他不孤单 而是多了更多人来疼他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